你敢相信吗 这个和鬼一样阴沉的女人 居然是当红的好莱坞女星 百花王学院的选举已经过了一周 选举委员会统计出了排名前十的热门选手 第十名孟子目前只有13票 第九名古餐17票 第八名音叉21票 第七名乐餐40票 第五名隐悦50票 第五名尾餐62票 第四名早艺女101票 第三名孟剑109票 第二名等等参133票 而第一名毫无疑问的就是拥有216票的前任会长启罗利 尽管如此 选举赛这才刚刚拉开帷幕 任何人都可能登顶 生志摩在断纸台上就把自己的筹码输光了 正缠着孟将要筹码去赌 不过人家正欣赏自己新出的泳装写真 他的梦想是成为好莱坞巨星 偶像转行是最佳解禁 但生志摩非常无情地戳穿了真相 如今好莱坞的日本女星都做过偶像吗 没有吧 人家都是凭实力得到认可的 做偶像难道不是实力不足的借口吗 梦见表面笑嘻嘻 等到生志摩走后气得疯狂骂娘 生志摩说的他何尝不知道 现在他需要更多的票 虽然没打算当学生会长 但他也必须要让新的学生会长知道他的能力 为了获得奥斯卡 他必须依靠学校的力量 但是他们已经拿走了粉丝俱乐部的票 还要下去就真的要去赌博了 梦见脑筋一转 那就是扩展新的粉丝吧 于是找上了梦子 希望梦子和他搞一个姐妹复合演唱会来吸引赌博 得到的选票就由他们评分 而就在梦子犹豫之时 教室里突然一阵喧哗 真正的好莱坞女星民族华语流走进了教室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偶像 梦见二话不说就冲上去套近乎 她是民族的中式粉丝 梦想就是能成为和对方一样的演员 出乎意料的是 民族居然也知道她的名字 梦见袭击而泣 但不要误会 民族的日本偶像不感兴趣 也完全没听说过梦见 不过是为了了解选举战的对手 没错 她的原名叫做和乐餐 就是那个比女鬼还阴沉的百餐一族的人 不愧是好莱坞女星 这变脸书堪称一绝 民族来此的目的是为了赌博 但她要找的人 却并不是如今位列第三的梦见 而是只拥有13票的梦子 或者说 她完全没有把梦见放在眼里 反正这场选举赛 都会变成族人之间的争斗 其他人根本不成问题 梦见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 对方是高高在上的好莱坞女星 当然不会把她个高中偶像放在眼里 但是如果有一天她要走上红地毯 民族迟早是她要打败的对手 于是两个人在商讨着 用何种方式赌博的时候 梦见尽了横插一脚 演技杜绝怎么样 算上她一个 不仅有赢得一百倍的机会 而且还是她的主场 民族答应了 不过要梦子和梦见一起对战她 她想要一次就定胜负 梦见气得不轻 知道第十有多瞧不起她 最终的比试 定位在超过百人的观众面前 三回合演技决斗 音乐只知道梦见脑子有问题 人家是事解决的女星 用演技对赌 无疑于是自杀 其实她根本就不在乎输赢 只想和对方比演技是吧 事实也确实如此 民族是梦见一只冲子的目标 能和对方进行演技对赌 是她无上的荣光 但是她可没想着要认输 自从上次和阴阳参的比赛过后 副会长就和背后领阳 紧紧跟她早一女身后 搞得早一女不堪欺扰 虽然之前预定好了一起赢得选举 但她毕竟做出了 利用梦子来威胁的是 早一女完全无法信任她 而且所谓约定 不是她这种什么事情 都无法自己决定的人能做到的 总而言之 早一女是不会和现在的副会长合作的 即使希望渺茫 她也要凭借自己的意志 做出判决 这种决断才是所谓的赌博 早一女表示 想要和副会长赌一局 如果对方赢了 她就答应成为她的伙伴 晚中竹梦的演技寻举赛正式开始 梦见和梦子表演了开场歌舞 露娜作为裁判 说明此次赌博的规则 这次赌博是演技的三局两生 每局的内容分别由梦见组合 民族选举委员会依次决定 胜者将会获得对手全部的票 第一局是梦见决定的唱歌比拼 作为职业爱豆 她的唱歌能力当然不会差 无论用什么手段 她都一定要赢 很明显 对方也在想着同样的事 必胜和必胜的对撞 必然有一个会沦为骗子 见她自身决意带来的风险 让梦子兴奋不已 她表示自己会全力协助梦见 然而民族毕竟是好莱坞的女星 唱歌自然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一首奇言点 瞬间俘获了包括梦见在内所有观众的心 唱歌也是演技 将注入歌词和旋律中的情感表现出来 对于演技来说 演员是不纯之舞 需要的只有表演本身 然而对于梦见来说 唱歌只是唱在吊上 可爱的跳舞 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 民族的歌声确实比梦见好上万倍 但即便如此 梦见也坚信自己会赢 因为她早就在暗中收买了100名观众中的巴士人 那些人都会将票投给她 然而等到公布结果的时候 梦见傻眼了 民族的得分足足有92票 而她不过可怜的8票 对方以84分的压倒性差距 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收买了观众的梦见 按理说根本不可能输 出现这个结果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民族撂倒了梦见的作弊手段 以双倍的价格进行了再次收买 而且手段也非常高明 她没有让对方投票给她 而是投给更能打动人心的那个 结局自然不言而喻 不管是赌兔还是演员 对方都毫无破绽 梦见几乎束手无策 实力比不过 弱点也找不到 这样的对手到底该怎么办 反观梦泽的表情却异常兴奋 第二局是民族提出的比赛 死亡马卡龙 规则很简单 接下来两队要一次吃掉各自的三个马卡龙 但其中一个是馋了大量辣椒酱的死亡马卡龙 猜猜对方吃掉的哪个是死亡马卡龙 用更少的次数猜对的队伍获胜 为此露娜还亲身体验了一下死亡马卡龙的辣度 被拉得转头就跑 控制生理现象是演技的基础 也是最难的一种 为了在演技上战胜民族 梦见主动提出这局由她来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拿起A队里的马卡龙开始试吃 民族的表情非常淡定 反观梦见的表情完全扭曲 助理的台下大呼完蛋了 剩下的两盘双方都很淡定的吃完 接下来就进入了答案的环节 民族承认了梦见的努力 因为味觉不只是反应 也伴随着反射 吃完A队后 梦子露出的表情就是反射 但是他给出的答案却是B队 而正确答案也是B队 梦见知道 民族这种失利的演员不会漏掉反射 所以他为了误导对方 在吃A队的时候 狠心折断了自己的手指 露出了反射表情 他的决心值得称赞 但遗憾的是 之后的演技让民族看出了破绽 轮到梦子猜测 他给出的答案同样也是B队 并且回答正确 第二局双方平局 虽然民族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破绽 但是他仔细观察了对方的咀嚼次数 A是25次 B是19次 C是20次 A的咀嚼明显是故意的 至于他排出C是毫无根据了 这样才有趣不是吗 连牺牲自己的身体都没能获得胜利 梦见已经彻底没有后手了 才能经验以及决心的差距 梦见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绝对不可能赢 但那种绝对赢不了的绝望和欢喜 充斥着他的内心 必胜变成了必败 但他就觉得非常清爽 他所憧憬之人超越了他的想象 这让他的顶端更加耀眼 所以最后一战 他要借机会请教和民族极力碰撞一次 这话引起了梦子的强力不满 是梦见书让他看到必胜才奉陪的 结果就因为必败就成了请教 你一个人在这里清爽什么 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吧 他最讨厌那些赢不了就自暴自欺的人了 第三回合开始 赌博是明为六三的三人混战 甚至能得到双倍的分数 六十三就是场中的合计点数 逼近六十三的诺夫游戏 导具是52张扑克牌 牌数点数照旧 花牌全部算作十 首先玩家随机抽取一张牌自己确认 然后暴露点数合计 无论真假 然后依此循环场中的点数逐渐累积 但不能超过六十三 如果到自己的回合 觉得快到六十三了 可以宣布帕子 并结束游戏离场 直到最后一人是摊牌 如果合计点数没有超过六十三 则留下的人获胜 如果超过了六十三 留下的人失败 这场比赛 最终还是能更精确预测 场中合计人数更占优势 孟子和孟剑有共享情报的优势 孟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在做暗号的时候 孟子却完全不干他 孟子表示自己要一个人战斗 孟剑在畏惧民族 向往而高处却刺坦不如 他对这份愚蠢彻底失望了 通过仔细的观察 民族确定这两人确实已经闹疯了 孟剑此时的心里想的确实是要输 民族根本不是他能高攀的 算是憧憬 一旦靠近就要展现出自身的渺小 他能和对方站上同一个舞台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现实 孟剑哭得满脸都是各种液体 所以就算是赢了民族 对他又有什么意义 民族能看出孟子和孟剑演技中所有的不自然 孟子所有报数都没有说谎 但孟剑却全都在说谎 如今合计数值率63越来越近 理论上孟子认为 民族的合计数过低 但对方表现的却没有半点不自然 孟子表面上非常淡定 但内心里早已兴奋的停不下来了 所以民族断定孟子下回合不会怕死 至于孟剑已经失去了求胜之心 不可能成为胜负的关键 刚才的合计数已经超过63了 不怕死的话就一定会爆炸 民族自行安满 他这一局赢定了 孟剑完全不懂 他以为自己赢了 民族会很开心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赢了也不是凭借实力 根本毫无意义 孟子跟民族完全不想听得发牢骚 不管有没有意义 逃跑都是不允许的 反正他已经不能退场了 正当孟剑打算认真输的时候 观众膝上突然大喊着不要输 助手和粉丝正充满希望的看着他 助手是打牌制作人的女儿 也是他成为偶像的契机 本来孟想着成为演员的孟剑 对偶像出道不屑一顾 但对方的决心却打动了他 回想起自己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 孟剑的眼中再次亮起了高光 他最终的结论是怕死 并让孟子和他一起怕死 孟子惊呆了 难道一直以来孟剑都是在演戏吗 他们两个闹派不足对的话 民族就会瞄准快要爆炸的回合 孟剑为了制造这种局面 居然想出了这么完美的必胜法吗 孟剑当场给了孟子一个头锤 这不是他的演技 但他真实想法是败给民族之后 让对方安慰他 但后来他改变主意了 为了见识到更前方的景色 他必须要赢下去 民族也懵逼了 孟剑确确实实被他的实力所压倒 所以孟子才拒绝组队 采取了独自作战肇失点数的战略 而他为了应对孟子 一边掺杂谎言等待胜利 结果却造成了 让孟剑容易看穿的局面 但孟剑不是不想赢吗 不是想要输给他吗 为什么又偏偏发出了毕生的宣言 起初孟剑觉得 自己成为偶像没有意义 只是成为女演员的垫脚师而已 但是唱歌跳舞的演艺角色 让他非常快乐 喜欢他的人也比想象中的要多 给粉丝超出一击的表演让他骄傲 自此他的心中 萌发了作为偶像的意义 原来也有作为偶像 才能看到的风景 他虽然不知道没有实力 赢了民族有什么意义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民族认可了孟剑的努力 孟子同样选择帕子 民族摊牌 点数超过63 孟剑和孟子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孟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着 输掉的民族并没有失落 而是让孟子挺起胸膛去面对观众 他在好莱坞等着孟剑